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年事已高一跤摔倒 这时旁边一太监看到皇帝摔倒了 便大喊皇上摔倒了 皇上摔倒了 喊完他急忙跑过去扶起朱元璋 朱元璋被扶起后 顿时不然大怒 立马下令把这个太监斩首 可怜小太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就稀里糊涂的死掉了 然而清朝的乾隆皇帝也遭遇过同样的事情 那是他晚年下江南游玩时发生的 乾隆是个富二代皇帝 承着爷爷特老爹鸡肋的财富 到处花天酒地吃喝玩具 而且尤其喜欢下江南游玩 因此 小说家给他配上了夏宇和的浪漫故事 乾隆一生总共六次下江南 最后一次是在公元1784年 当时乾隆已经73岁了 七十多岁已是古稀之年 当时乾隆一路游玩到苏 周本来想坐船的 不料天下起大雨 无奈只能不行 但由于与天路华竟然不小心摔了一跤 周围陪同官员顿时下场 他们见过不少大阵仗 但却没见过皇帝摔跤的场景 看着乾隆摔倒在地 众人心里慌了 大家都觉得皇帝是九五之尊 如果贸然去扶他一把 显得不合适 再说现场许多比自己官职更高的人都没出手 自己突然冲出去的话 既显得尴尬 又显得自己想高攀 于是 众人都犹豫不决 正在大家思绪飞转时 人群里有个人冲了出去 此人名叫李世杰 当时只是个八品芝麻官 别说去扶皇帝了 就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 但他冲得最快 果然把乾隆皇帝扶起来 这时 有人比他高级的官员出来怒喝 说他冲撞了圣架等云云 不料 乾隆却十分大肚 让大家不要呵斥他 还关心地问了李世杰的情况 原来 他当时是苏州市从管 而且还是花钱捐来的官 乾隆见他福了 自己一把 就对大家说应该重赏此人 于是 李世杰一路官运横通 升了几级 乾隆回到京城后 又下了一道圣旨 给李世杰继续升官 一直让他做到兵部尚书 由此可见乾隆虽然是个花花公子 但他的心胸还是比朱元章大得多 而李世杰因为扶了皇帝一把 也为自己赢得不少好处 李世杰的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在大街上看到老人摔倒 还是要去扶的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 或许因为你扶了他一把 给自己也能带来不少好处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